赌王之子 何佑军的资本游戏 善事刑事大益内容 29岁纳斯达克最年轻的亚洲善事公司总裁 亿万富翁 这要搁在谁身上那都得是人生巅峰成功人士 对吧 但是你放在赌王何鸿森家族 那还真的啥都不算啊 当然你会说了 那至少善事了有钱了呀 哎妈呀 咱先不说这个钱他拿得到拿不到哈 就算拿到了 现在他这个善事公司NIP的总市值 才是4个亿人民币 何佑军呢 占股14%左右 也就是6个亿 更何况这里面水分非常的大哈 别急这个待会讲 就算有6个亿 这对于他的家族来说也是小钱啊 你真不要小看他们家哈 或者确确的说是何鸿森四房太太 梁安琪这一家 明面上呢 差不多27亿美元 也就是人民币200多亿左右 关键呢 是人还有好多地产以及博彩公司的股份 嗯 钱他们家不是一般的多啊 换个说法 他当年的麻宅也就是前段时间被判刑的周卓华 仅仅被罚款就有248亿啊 这还只是他的麻债 你就琢磨琢磨他有多少钱 虽然在前两年和赌王阿芳家族呢 去争夺财产之后输了 是吧 这个故事更精彩和夸张哈 还有霍英东家族在关键时候的出手 如果你们想听呢 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以后讲 反正就一句话 6亿对于他们家而言 确实是小钱 何况这个钱还是拿不到的钱 为啥是拿不到的钱呢 来看看这个公司股份结构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总股本呢 是5606万股 但是真正拿出来上市的也就是流通股 仅仅是225万股 也就是不到5%的股份 这并不是一个充分市场化定价的价格 你别看现在市值40多亿 如果它要变成大部分股份是流通的啊 让市场上的人自由去买卖 由市场去定价 那肯定没能买 价格还要继续跌下去 跌多少 咱们不知道 你再看看那些真正的大公司的流通股的数量 你像英伟达哈 246亿股 其中236亿股是拿出来流通和买卖的 你再看看东方征选 总股本10.31亿股 全部都是流通股 如果他们只拿出5%的股份来流通 其他的都放在家里 他们也不至于这次风波当中 跌了这么多 是吧 这个很好理解哈 其实你想想你做任何的买卖 如果一个东西你手上掌握了95%的份额 那这个价格的涨跟跌还不是由你说了算吗 对吧 你就看何佑军上周上市的这个NIP电竞公司 现在的流通股票的市值是多少 才2400多万 理论上你只要往里面扔个2400万 它的股价就会涨一倍 而2400万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简直不要太少 所以他这个股价并不是真实的一个股价 这也是他为啥不把所有股票拿出来买卖流通的原因 其实他也知道拿再多的股票出来 根本就不会有人买 你只需要看一下他们的财报就知道了 他们的利润近四年全部都是亏损的 从20年亏280多万到23年亏1400多万 而且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优先股派系 明明亏着钱 但是还分红了 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迷 当然了亏钱不怕 你看特斯拉当年也亏损了 对吧 但是后来股价起飞 但前提是你这是个科技行业 资本市场赌的是未来市场的爆发 但你一个电竞公司资本也不是哈嘛 对吧 再看看他们公司的业务构成 主要是俱乐部运营 人才经济和半比赛 最主要的就是中间那一个人才经济占比达到了62% 说白了就是这些电竞选手的代言和奖金的钱嘛 是不是 你这不就又是一个经济公司呢 只不过原来你们代理的经济公司明星现在是电竞运动员嘛 至于这样的公司在资本市场里边到底会给到怎样的一个定价呢 你可以参考有王一博的月华 现在总是值才5个亿还只是人民币对吧 发现了没有 其实好像这么件事 媒体的吹牛和资本市场上的反应完全是两个极端的 好肯定你们要说了既然他们家也不差钱 这个事在资本市场也没有啥韭菜可以搁 那他为啥要再来做呢 对吧 来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是他们公司高管的资料 一位女士曾经在武汉旅游体育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做财务 现在在和佑军的这个NIP里边做财务的董事 而这个武汉旅游体育集团呢 又是武汉国资下面的一家公司 看明白了点了吧 如果没有发现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武汉现在的一个产业政策呢 就是打造电竞之都 再来看个名单 这个呢是去年湖北政协委员的名单 和佑军进去了啊 这下大家应该明白了 对不对 赚不赚钱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有名气和人脉 要在某些位置上站好了 大家都知道他姐姐现在的官方职位嘛 所以我才会说和佑军的NIP上是属于形式大于内容 当然只是现在未来会怎么样 咱都不好说 毕竟电竞这个市场不仅仅是钱的事 对吧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是 霍启刚有一个职位 就是亚洲电竞联合会的主席 好了都看到这里了 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哎呀这几天讲奥运会讲的我都快忘了 自己是一个严谨的财经博主了 是不是 这个应该不算八卦是吧 算财经对不对 最后必须要表明一个立场 我就是一个电竞玩家 我特别支持这项运动 未来这个市场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